对于我们的生活而言,钱无疑是最重要的东西。没有钱我们就吃不起饭,买不起衣服,住不起房子。日常生活根本的不到任何保障。既然钱对于我们而言如此重要,那存钱的场所肯定同样也非常重要。不知道在说到银行时,大家最先想到的是哪家银行呢?是中国银行,商业银行还是其他银行? 事实上,大家所想到的这些银行基本上都是国内的银行。但是要说到世界范围内知名度最高的一家银行,那就只有瑞士银行了。对于银行来说,相信大家最关注的永远都只有它的安全性。而瑞士银行被称作是世界上安全性最高的银行,自然会拥有较高的知名度。 那么为什么说瑞士银行是世界最安全的银行呢?对此有专家表示,你也不看它金户建在哪的。 第一,它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。绝大多数银行都是要受国家管理的。对于非法存款的人,国家也有权调查其存款信息。但是瑞士银行却可以做到完全不受任何影响。 只要你在它那里存了钱,它就会对你的信息保密。可能对于普通人而言,银行的保密性好不好对于自己的生活不会造成任何影响。 但是对于那些从事非法生意,走私贩毒的人来说,瑞士银行就为其提供了不少便利。 其次,专家表示,瑞士的银行的金库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存在。有些甚至是由防空洞改造而成。即便是瑞士银行的内部员工,知道其金库位置的人也可以说是寥寥无几。 再加上这座金库的建造工艺十分先进。所以即便是发生了战争,也很难拿下这座金库。由于瑞士银行储存了非常多的财富,所以很多人也对瑞士银行有着觊觎之心。 而瑞士银行的高管对于这种情况也很清楚。所以他们雇佣员工都会和对方签订终身保密协议。 后面不论这个员工是否还在公司任职,只要他泄露了瑞士银行的信息,都需要承担责任。最关键的一点在于,瑞士是一个永久中立国。这就意味着,瑞士绝不会参与任何战争。所以瑞士银行就不会受战争的影响,而改变自己对客户所承诺的保密性。 事实上,各国都在瑞士银行存入了大笔钱。所以日后即便是发生了战争,也不会有一个国家对瑞士下手。 毕竟动了瑞士就相当于和其他在瑞士存钱的国家为敌。 或许听完小编所说的,大家也会萌生出将钱存到瑞士银行的想法。不过,受我国外汇管制制度影响,要想将钱存到国外并不容易。更何况在瑞士银行存钱不仅不给利息还要收管理费。 所以大家要是闲钱比较少的话,那还是存在国内的银行更划得来一些。